女星礼服出现意外有多尴尬 张柏芝身穿白裙在溜冰场上翩翩起舞 美轮美奂叫人挪不开眼 就是裙摆有些小调皮 暴露出张柏芝的打底裤 不过张柏芝并不在意 十分淡定地接着舞蹈 反观郑秀文演唱时 礼服后面的拉链突然爆开 吓得他大声求救 直到工作人员拿着衣服上台 才松了一口气 炫哑身穿蝴蝶结吊带 在舞台上热舞时 由于舞蹈动作过大 导致胸前的蝴蝶结散开 后面一个抬手的动作差点走光 好在他及时用手拽住衣摆 金亨瑞在泼水截上表演时 本想脱去上衣给粉丝发福利 谁料却把防弹衣的绑带给扯开了 吓得他慌忙捂住重点 一路小跑找队友慌忙系上 赵露丝本想大秀性感 没想到这礼服这么不给力 拍照时一直下滑 还尴尬地露出里面的胸贴 被提醒后连忙捂着胸口 而在跟好友拥抱时 赵露丝的肩带再次滑落 虽然他迅速将肩带拉起 但还是被吓出了双下巴 关小彤跟吴刚出席红毯时 礼服把两旁的坠肉给勒了出来 好在关小彤用头发挡在两边 完美化解了尴尬